将陆佩、陆生视为高风险人群 民进党不分区民代沈柏阳声称应设立作战中心 专门对抗所谓第五纵队 开放陆生是赖清德在520 他就职演说当中推出的 为二没有善意的善意主张 那么现在沈柏阳提出的这个第五纵队是非常的无知 据我所知陆佩跟陆生由于身份关系 他来到台湾居住生活 已经十分融入台湾的社会 平常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是形式低调 据我所知也有很多的陆生来到台湾 他的学习态度十分积极 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那在陆佩方面 有些陆佩通过制作家乡的美食 把美味带给台湾的民众 获得好评 有些汤味像肉夹馍 麻辣烫跟酸辣粉 他还炙手可热大排长龙 所以你沈柏阳的言论实际上说明了两个问题 民进党除了操弄族群对立大仇恨 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实质的作为 其次还不到选举的时候 他就这么早在拉仇恨 实际上更加凸显了民进党的焦虑